那边,大火漫延而来,却是遇见了上空大雨倾盆而落,这一边,雨水混合着雪花冲刷而来,一阵狂风让水势倒卷,最多的是各种围剑,在天空中纵横交错比起烟火的绵柔,多了说不出的一种壮烈,碰撞。 震颤,爆裂,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珍惜自己的灵魂力,各种法术,接二连三,这些比起体修更加稳弱的法修,搞出了更加让人震撼的动静。 乌乌狂风吹过,一个召唤而来的鬼王横空出世,那一边,一道灵魂力凝结的长剑当头斩下,那一边,一个天兵天将临湿了,这一边,众多的鬼头一下子升腾上天空。 我站在战场之中,身体都有些站立不稳,因为各种术法的碰撞,让大地都在震动。 可是,这些比起我内心的震撼,又算什么? 这就是真正的修者战斗吗? 就是吗? 如果是那个传说中的上古,那个记载在神话中的时代,那样的修者战斗又该是怎么样的一幅场景呢? 我的内心感觉就要沸腾了,连自己都想掐动手绝,真正的参与其中。 风起,云涌,大雨在不同的地方沸腾。 火烧,雷鸣,大地在轻轻地颤抖,神鬼交错,灵魂力碰撞不休,我感觉修者要是经过这一战,也可以说,一生无悔。 此刻的战场,莫名地因为修者的参战而变得异常地激烈起来。 毕竟术法的威力可大可小,全看师数之人的功力,在这里几乎就是代表着世间顶级修者的碰撞了。 如何不震撼人心,又如何不激烈? 比起第一线的肉搏大战,这里的攻防之战更加的明显。 显然从人数上来说,我们这一边再一次不占优势,但因为雪山一脉几大长老的加入,还小小的占有优势。 那边的术法几书都攻击不到这边来,而偶尔这边施展的大树,那边的防备有时却有漏洞,反而会让术法的余威落下。 那边的修者出现了伤亡,但杨胜那个祭台依旧安静地要命,拉着黑色的布帘不知在做些什么。 最激烈的地方,在战场的中央,黑色的旋风被师傅召唤出来的飓风之术给吹散了大半。 开启了自身力量的勇士,终于打破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开始压倒一般地朝着阳胜人马的方向前进。 毕竟实力不是靠着疯狂就能弥补的,即便疯狂让那些死士也是寸步不退,让这边的勇士打得一场艰难。 而战场的中央下方基站,上方则是激烈,各种术法的碰撞就在战场上方。 不时的雷电爆炸,飓风呼啸,时不时闪现的神鬼身影,让人晕眩的灵魂碰撞都发生在这里。 让这个战场的中央几乎成为了地狱般的恐怖存在。 就算普通人站在这里,看不到具体的景象,也一定会看见电闪雷鸣感受到地动山摇。 杨胜那边的优势在慢慢地消失,甚至已经完全地变成了烈士。 可是同之前一样,那个祭台依旧是微然不动的样子。 李密杨胜那边真正的顶级势力的人,也没有出现过一个。 如果能够一股作气地攻击到那边,这几乎是所有人的想法。 毕竟如果可以的话,那些武僧和体修哪怕只是冲过去了十个,对那边的法术修者都是致命的打击。 那么,也就不用那么倚重天罚之阵罗,甚至可以改变策略全部的入阵之人,一同实展书法。 那么,但想法是美好无比的。 事实哪有那么简单,至少杨胜搭建了那个祭台的目的,没有人以为会使他们坐以待毙。 反观老掌门的脸色,并没有因为现在的优势而变得轻松,反而是更加的严肃,有一种山雨欲来丰满牢的感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的耳中除了各种竖法传来的爆裂的声音,战场上的嘶喊喘息声,就是那一声声多少振位入位的声音。 大振此刻在这番战斗之下,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剩下的只有不到五十个振文。 就可以彻底地完成了。 我心中看着也莫名的激动,四百九十人的大振,到底有怎么样大的威力呢? 我心中只期盼着能快一些,再快一些。 我看着阳圣那边的人慢慢地在减少。 虽然施展术法的修者因为人数的补充,已经能够承受这边的攻击,但这并不代表什么。 毕竟在质量有一定相差的时候,数量的弥补有时候也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终于,当阳圣那边的死士还剩下不到十人的时候,以慧得也为首的勇士仰惊发出了一声长叫。 在后方修者的配合下,眼看着他们就可以冲过去了。 却在这个时候,一直站在我身边微然不动的老掌门,终于动了。 之前,他只是轻轻地抖落了一些雪花,如今一动,看起来身形飘飘,颇有仙气的样子。 却是抖落了一身的白雪,身后,带起了一片的落雪,感觉就像从风雪中走来。 老掌门,你这是…… 我不明白老掌门何以由此举动。 却听见从那边的祭台之上传来了阵阵范畅的声音。 是一个女子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神圣,那么的纯洁,充满了神秘,却又幽远。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膜拜,心中不敢生出半点亵渎的意思。 这是发生了什么? 杨胜那边的人明明做事偏激而罔顾天道,为什么他们的祭台里会传出这种声音? 我的眉头紧皱。 知道这一次将是战局真正白热化的开端,却听见老掌门一声。 是时候该我出手了。 老掌门要出手,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看见一直已在大石下的珍妮大姐头忽然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快速地拧紧了酒壶,放进了屁股的口袋里。 在场的所有人都穿着白色的长袍,除了珍妮大姐头。 她只是象征性地披了一件白色的披风,里面还是穿着皮衣皮裤,很是干脸的样子。 和这个战场格格不入的形象。 她收好酒壶,抬腿就走,忽然又停下,望着我说道, 小子,你觉得我这样穿,她会喜欢吗? 她? 应该是指尸祖吧? 在这场战斗中,我一度都在和陈称一时不时地交错,我自己已经彻底地沦陷了。 这个时候,我自然地把老李想成了尸祖,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就好像我已经习惯用陈称一的角度来称呼每一个人一般,我已经接受了。 不过,我还只是以为我自己带入了陈称一的身份而已,她的意志没什么动静。 我以为已经最后地坚持。 我没想到珍妮大姐头,在战场这种充满了残酷的地方,忽然会问我这么小儿女的问题。 我沉默了一会儿。 珍妮姐,你什么样子都很漂亮,我想师祖会这么想的。 哈哈,她的嘴要是由你那么甜呢,当年何至于让我怨了她那么久。 说话的时候,珍妮大姐头已经追随着老掌门的脚步而去了。 我很想开口问,她和老掌门不是要住持镇眼的位置,怎么忽然就上前去斗法了? 可是我还来不及问,却听见一声扑倒在地的声音。 我一看,是露山一下子双膝跪倒在地上,用双臂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低垂着头,也看不清楚她的神色。 站在她旁边的陶板,想要伸手去扶露山,但却一张脸仗得通红,双眼里全是泪光。 还是站在旁边的陈青阁,一把扶起了露山。 露山却激动地转过头看着我说道, 诚意,诚意,是他,是白马的声音。 白马? 之前那三天我完全压制了自己的意识,根本不知道陈青阁身上发生的具体事情和对话,只是模糊的有些印象。 可是现在露山这么一说,我忽然就想起了所有的事情。 这么盛洁的声音,是白马的? 据我所知,白马已经完全地消失了,连魂魄都封印进了那面谷中,这样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难道? 我猛地抬头望向了那座计台,却也正强,看见一阵狂风吹起,计台四周的黑布被呼的一声吹起, 然后狂暴的锋利一下子卷走了那些黑布,把黑布一下子带上了天空,飘到了天际深处。 少了黑布的遮挡,计台里的一切一下子映入了眼帘。 我看见杨胜盘坐在计台最中央,在他周围盘坐着之前同他一同进入计台的几个喇嘛。 他们的嘴唇不停地在动着,好像在无声地念着什么亲吻。 而在他们的周围,之前进入计台的所有修者都盘坐在他们周围,一脸的疲惫。 看样子是经历了较大的消耗,在抓紧时间恢复。 计台上只有一个人立着,那就是无天。 至于饭唱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我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盘坐在正宗的阳盛。 他此刻已经取下了面具,面具之下跟当年的样子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在他的手中,有一面鼓,他一手持鼓,闭着眼睛,在虔诚地敲着那面鼓。 节奏并不快,而那鼓传出来的竟然不是鼓声,就是那声声的泛唱之声。 圣鼓就在阳盛的手中。 此时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白马如此圣洁的灵魂竟然被阳盛等人利用了。 他们是用的什么办法? 看见那些喇嘛,我心里明白,这个答案我是猜测不出来了。 他们既然敢把白马这么一条鲜活的生命做成所谓的圣祭,那么就一定有办法使用这面鼓。 当日是那个叫慢人巴的喇嘛,夺走了这面圣鼓,作为和路山的交换。 那日,我们所有的人都以为慢人巴,会一个人摊墨下这面圣鼓。 没想到还是出现在了这里,而且还是出现在了阳盛的手里,这背后发生了什么? 我想也不是我们能深究的事情。 随着阳盛一下一下地敲响这面圣鼓,那女子泛畅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而随着这清晰的声音,一个虚影淡淡地出现在了祭台的上方。 他是如此地模糊不清,但路山此刻全身都在颤抖。 至于我也知道那是谁。 因为在万鬼之湖的大战中,路山曾经召唤过这个身影。 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被封印在鼓中的白马的灵魂。 只是那一日,灵魂出现的时候,除了圣洁的感觉,并没有那种完整的灵魂感。 确切地说,就像是一个没有自己思想的活人一般。 灵魂应该是完整的,但是灵魂抑制,这个应该是被那些喇嘛用特殊的手段封印了。 否则按照白马那善良的性格,怎么可能甘愿这样被一群恶人所封印呢? 也怪不得路山口口声声说,想让白马投胎。 这个时候,杨胜的死士只剩下了最后的几个。 各种的术法还在不停地交错,我们这一边的优势依旧存在。 吴天就这样冰冷地站在祭台的前面,看了一眼眼前的局势,忽然说道, 岂我方无人,竟也不能占据优势,可笑。 很简单的一句话,这一向就是吴天说话的风格。 理解起来就是,在他们的高手都在忙碌祭台之势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占据优势。 所以,我们是可笑的,这场战我们也输定了。 他从来都是这样,冰冷不屑的态度,面对世间的所有的人,好像多说一个字都是侮辱一般的高高在上。 而他说话的时候,从祭台之后,忽然窜出来十个身形异常高大的人。 他们没有戴面具,身上穿着黑色的浸装,上面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恶胶。 就这样无声地出现了。 吴天竟然含有的叹息了一声,又说了一句, 精英培养不易,去吧。 面对这样的吴天,我很想破口大妈,把话说明白,难道会死吗? 我都反映了很久,才发现他说话的意思。 是这十个黑衣人才是改造业,培养出来的真正精英。 很是可惜要用在这战场上了,然后让他们行动的意思。 吴天的话音刚落,这十个人就如同十只被射出的剑簇一样朝着战场冲了过来。 速度快到了不可思议,只是在转眼之间就冲到了一个看起来普通, 却是骁勇善战,一直表现得很是勇猛的武僧面前。 那个武僧面前已经没有了敌人,正朝着杨胜那边冲去。 在黑衣人临近的时候才察觉过来,猛地停下了脚步。 由于距离的拉近,我也看清了那黑衣人的脸。 那是一张完全干枯发黑的脸,并不同于黑人的那种黑,那是一种紫灰色的黑尘。 说简单点,那就是一张僵尸的脸。 这样的脸看起来很恐怖,而表情也如同僵尸那般僵硬。 面无表情的脸显得分外冷酷,但又没有那种寿元即将耗尽的疯狂。 有的只是一种居高临下冷漠看着眼前勇士的神态。 我想起了吴天那一句不义。 难道这些精英就是用人命堆砌出来的真正成品吗? 要与阳盛一起去攻克昆仑的存在? 我还来不及多想,就看见面对忽然停下的武僧,那黑袍人冷冷的也是简单的提起了拳头。 那武僧或许被他这种冷漠的态度给激怒了,大吼了一声。 在他身后的守护虚影是一尊头驼。 具体是什么头驼我不知道,但是充满了力量的感觉。 在这一声呐喊之下,那头驼的虚影又清晰了几分,那武僧也提起了拳头朝着那个黑衣人冲了过去。 砰的一声沉闷的响声,发生在两个拳头碰撞的瞬间。 或许是相互碰撞的力量太大了,所以站在这里的我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时间仿佛静默了一秒,接着,那个武僧发出了一声压抑而沉痛的嘀吼。 只是随着他一开口,一股鲜血喷勃而出,洒落在了雪地上,也喷溅到了那个黑衣人的脸上。 武僧的手臂软软软地垂下,然后身子不受控制地朝后方疯狂地退去。 雪地上被拉出一条长长的痕迹,这样狂退了五米多以后,才被他身后的第一个勇士拉住。 看来费了一些劲力,两个人这才稳住了身体。 至于那个黑衣人,有些神经质地用手指抹了一下脸上鲜血,把手指放入了口中。 接着,脸上流露出来一丝沉醉和留恋的样子。 下一秒,忽然握紧了拳头,再次朝着那武僧还有扶住他的那个勇士冲去。 糟糕了。 我的心底一沉,知道他们危险了。 刚才我是完全地见识了这些精英的力量。 这些勇士战斗的如今只剩下三十来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杀死了杨胜手下全部的死士。 他们真的不能再死了。 面对这样的惊人力量,两三秒之间的一场博弈又扳回了战局的力量。 勇士们,暂时停住了脚步,只是看着,但是,当那个黑衣人再次开始冲刺的时候,他们又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我听见惠大爷呐喊的声音,是时候了。 是时候什么? 难道还有底牌? 我还来不及反应,忽然听见,那个沟通碑泪金刚的念力之阵,声音陡然加大。 特别是负责沟通的那个武僧,声音陡然的高亢,却是一边这样犯称诵经,一边开始大口大口地吐了鲜血。 连同那些乌家的传人,也是同样如此,他们蹊跷流血非常严重,脸色更加的苍白。 原来那个卑类金刚已经充满了裂痕。 如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原本还不算大的裂痕开始在卑类金刚的身上快速地游走,扩大, 看着就像这尊卑类金刚的塑像随时都要崩塌的样子。 可是我还来不及关注这一遍,无天的声音已经浑滚而来,研发之阵,你们不会成功的。 说话的时候,我看见无天手中掐着一个奇怪的手诀。 在我们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忽然猛地一跺脚。 这是无天真正的出手了,这将会是什么样的术法? 天地间好像在此静默了一秒。 在这一秒钟内,我看见老掌门从身上掏出了四个金色的阵印, 然后朝着大阵的方向一抛,大喊了一声, 去! 接着,这几个阵印就如同长了眼睛一般的, 朝着天阵之阵四个不同的角落快速地飘然而去。 这四个阵印, 看起来要比入阵之人手中拿着的那普通阵印要高出许多层次的样子。 老掌门一下子坐下来, 手中掐绝, 大喊了一声, 古阵! 在这个时候, 珍妮大姐头开始飞快地掐动手绝, 一股股灵魂力疯狂地涌出。 与此同时, 在无天的脚下不远处, 大地忽然地隆起, 然后, 一股距离从隆起的地方传了过来, 朝着这边飞速地奔扭而来。 那距离所来的方向, 大地之下就像藏着什么东西一般, 追随着距离不断的隆起, 一路惊人。 这是土形术法? 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是说不出内心的震撼了。 五形术法之中, 这土形术法是近乎失传的一项法术。 就算在刚才大能之间的斗法之中, 都没有人使用这土形法术, 可见这一行的法术是真的快要消失在世间了。 曾经师祖传给我一项秘术, 是借大地之力, 开启身体的力量, 这也算是一种土形术法。 但我没想到, 在这儿还能看见异常传统的土形法术, 而且是大法。 就这样被吴天轻描淡写的给用了出来。 作为道童子的身份, 我也是震惊的。 在他那个世界, 是有着土形术法的, 但也和这边一样, 土形术法几乎是门派的不传之密。 这原因很简单啊, 土形术法的大树是对大地的破坏, 大地承载着数以万计的生命, 这动用土形术法太过不仁。 所以呢, 在道童子的世界, 土形法术非顶级的存在, 不能掌握。 而掌握的人呢, 必须是心怀慈悲, 道心也稳固到一定的境界才可以。 但眼前的吴天显然不是, 可是他竟然这么轻描淡写, 就使用出了一个土形的术法, 这道童子又如何不震惊呢? 但是震惊归震惊, 眼前却是存在了天大的难题, 那就是该如何破解吴天这一道术法呢? 一般的破术是利用五形本身相克之术, 就像是土刻木, 但是呢, 这木形的术法在这世间一般视为伊斯麦所用, 而且啊, 掌握的人少之又少。 在斗法当中, 想要这样的相克, 那是不现实的。 再一个办法呀, 就是同形术法之间的对撞。 那珍妮大姐头会用那土形术法吗? 又来得及施术吗? 至于最后一个办法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办法, 那就是利用更厉害的术法放弃自己的防备, 攻击施术人的本身, 迫使他来停止术法。 这为什么说不太可能实现呢? 因为等你攻击到对方的时候, 对方的术法, 这说不定啊, 早就把你给攻击到了, 而且你的术法是不是可以造成同等的威胁? 用这个办法的, 这要求实力差了, 可是珍妮大姐头和吴天之间, 我有些沉吟呢, 我相信是珍妮大姐头实力差于吴天, 那条龙起的距离还在快速地朝着这边前进, 所过之处, 大地震动, 就连战场中正在战斗的众人, 也免不了这种无差别的伤害, 不论是杨胜的人, 还是我们的人, 都纷纷地被抛飞在天空, 然后重重地落下来, 这就是法修大能的能力, 实在是让人震惊。 这道距离经过战场, 一路不停地见到有尸体被抛飞, 弄出来的动静可谓是惊天动地, 在我们这边盘坐在前方的伊斯麦, 被一个长老带着紧急地撤离到天阀之阵的后方, 而施术的众人, 包括师父他们, 也撤离到了后方。 原本占据了一定优势的施法, 也硬生生地被打断了。 一时间原本众人站立的位置, 大雨, 落雷, 甚至有一道火光烧到了近前。 这就是吴天一道竖法的威力, 生生地就扭转了战局。 我们这边的阵地一下子变得狼狈不堪了, 如果不是那些施术者的对象, 是面对着这边的施术者落下, 那么刚才那一轮, 我们这边就近乎沦陷。 那边的修者, 惊喜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开始重新掐动手绝, 快速地施展竖法。 这一次所有的竖法, 都是朝着天阀之阵。 破坏天阀之阵, 原本就是他们的目的所在。 从开战到现在, 情况第一次变得无比严峻。 但是我看老掌门呢, 依旧是盘坐在阵法的前方, 神情淡定。 他在坐着所谓的固阵。 我对这世间的阵法水平不太了解, 但是雪山一脉已经给了我两次惊情, 都是来自那神秘的阵法一脉。 所以, 这固阵, 我相信一定有其独到之处。 只是对于现在的战局啊, 我的心是微微担忧的。 但在其中, 一道立于前方的身影, 又莫名地给了我信心。 在他周围, 刚才竖法的余微还不断, 轰鸣的雷雨闪电, 熊熊燃烧渐渐变小的大火, 天上的雪花, 在这个时候映照了他的身影。 那是珍妮大姐头站在那儿。 他此刻就像在狂风暴中的一艘小船。 在这些看起来威力极大的树法之中, 依旧是微然不动地掐动着手绝。 越来越多的灵魂力从他的身上涌出, 然后又不断地消失。 我怀疑他的灵魂力是不是没有尽头? 至于消失, 我可不会那么天真的认为。 只因为我感觉到了, 那根本就是他在快速地压缩着自己的灵魂力, 快到人们以为那灵魂力刚一涌出来就消失掉。 这番手段同样让人惊喜, 不愧是最顶级的修转。 在这个时候, 那隆起的距离离珍妮大街头只有十来米了, 但是他依旧不动地在完成着自己的处法, 根本就无视那一道大地之力。 反观于远方, 吴天的身影依旧立在祭台的前方。 在我灵觉配合势力的作用下, 我看到他脸上挂着一丝淡漠的笑。 感觉他的意思就是不屑珍妮大街头此刻的行为, 认为珍妮大街头此刻装作的淡定是在勉强地稳定人心。 十米? 五米? 珍妮大街头依旧在掐揍着手绝。 我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 我有些后悔, 我为什么不出手? 其实土形术法上人也传授过给我。 但是以现在这个身体的能力, 施展出的效果那实在是太有限了。 跟吴天这个惊天动地的大树相比,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但陈成衣这家伙老是创造奇迹, 说不定, 施展出来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糟糕。 但现在想这个, 已经来不及了。 眼看着那龙起的大地之力, 就到了珍妮姐的眼前。 两米? 亿? 在这道惊天动地的力量面前, 珍妮姐的身影, 简直就像是对上大象的一只蚂蚁。 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珍妮姐猛地停住了施术的洞, 然后身形异常潇洒地踩住了旁边的一块石头。 借着那股力, 它一下子就跳到了二十米左右的高峰。 又是一次。 我猛地睁大了眼睛, 我不会幼稚地以为, 珍妮姐有这样的跳跃能力。 我明白, 它是再一次地飞了起来。 其实在我那个世界, 有飞天动地能力的大能, 也不是没有。 至少我知道, 上人就有这样的能力。 只不过珍妮姐虽然厉害, 但我必须要说, 距离上人的实力, 它还是差得很远。 而飞天顿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少在我的判断中吧, 珍妮大姐头的能力达不到。 这是为什么呢? 但是紧张的战斗很快打断了我的思考。 在珍妮大姐头飞起来的瞬间, 那道距离, 瞬间就窜到了刚才伊兹曼和法修所在的地区。 所过之处, 大地就像发生了地震一般, 地上的残血, 岩石也四处抛飞。 而且这道力量还在朝着天伐之阵前进。 如果让他顺利地来到这边, 那边天伐之阵也就彻底地废了。 在这个时候, 停留在空中的珍妮大姐头依旧在掐动的手决。 老掌门由此微然不动, 那道距离依旧在前行。 至于我们, 在这个时候, 对这道土形术法的威力体会更深。 这已经造成了小型地震一般的效果。 这吴天哪, 果然非凡人。 而且他好像也很重视天伐之阵, 又开始变换首决。 除了驱使那道距离以外, 又再添加力量的样子。 我明显地感觉到, 那呼啸的力量更大了。 背后山上的石头也开始纷纷地震着, 而且, 它加快了速度, 猛地又窜到了天伐之阵的前方。 到了这个时候, 老掌门变换了一个手绝, 终于是睁开了眼睛, 双手一下子合并, 仗红了脸, 大喊了一声, 古震! 与此同时, 阵法中有四个位置, 忽然金光大胜, 但又是一道雷电划过天空, 那边以为抓住了机会的修折, 施展的竖法, 第一道, 已经就要落在阵法上方。 而这时的珍妮大姐头也终于施数完毕, 随着她最后一个手绝的掐动完毕, 我感觉到好像有一阵清风从她的身侧吹入。 珍妮大姐头数把的完毕, 仿佛就是揭开下一幕爆炸的序幕一般。 当一阵清风从珍妮大姐头的身边火火过的时候, 第一道雷电终于落在了大阵的上方。 接着, 是各种的数法, 如同最灿烂的烟火在大阵的上空爆炼。 而无天那道土形数法也是瞬间逼近了大阵, 带着地动山摇的气势, 朝着大阵碾压过去。 可奇怪的是, 那些法修的竖法, 无论怎么样在大阵的上空爆炼, 都落不到大阵上空。 而无天的那道土形竖法, 看起来威胁大姐, 可也是不停地在阵里, 却是在离老掌门一米的位置就前进不了了。 哼, 成阵法之力罢了。 那边传来了无天冰冷的声音,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老掌门好像是利用阵法, 防住了这看似危机重重的一轮术法攻击, 但无天那语气啊, 好像就是要强行破阵, 但在这时候, 却传来了无天闷哼的声音, 我站在比较高的位置, 一下子就感觉到无天被层层地 充满了某种暴虐气息的灵魂力包裹住了。 之所以说充满了暴虐, 是因为那些灵魂力经过了压缩, 就好像灵魂力炸弹。 无天发出闷哼的声音, 是因为其中一颗灵魂力炸弹爆炸了, 不, 珍妮, 你就是这样逼迫我放弃竖法吗? 那边无天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烦躁, 显然他认识珍妮大姐头, 可是珍妮大姐头只是冰冷地掐动手绝, 无声地震荡传来, 又是两颗灵魂力炸弹爆炸。 无天没有发出闷哼的声音, 而是身子晃动, 硬生生地承受中, 脸色稍微变得有些苍白。 珍妮大姐头继续掐动着手绝, 那意思在明显不过, 就是逼迫无天放弃竖法来防备自己的竖法。 如果不要放弃, 那就硬生生地承受。 从无天的表情上来看, 要承受珍妮大姐头的术法攻击, 显然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我没想到珍妮大姐头, 确切地说, 珍妮大姐头和老掌门两个, 真的是联合起来, 用第三种办法来逼迫无天了。 或许啊, 也只有他们两人联手, 才能做到这样吧。 又是三颗灵活力炸弹暴离开了。 这一次, 无天还是再一次成熟了。 脸色是更加的难看, 也终于是被珍妮大姐头逼迫得极了。 他手中掐动的手绝一下子松开了。 随着手绝的松开, 那道土形之力, 一下子土崩瓦解了。 你不就是仗人你有古诗猎妖人的血脉和传承吗? 灵活力雄厚吗? 可惜你把这一脉早就没落了。 最厉害的猎妖人已经被... 如果是遇见了编封时期的他, 倒是会让我忌讳, 但是你这件灵活力算什么? 给我破! 被珍妮大姐头逼迫到这个地步, 无天可能觉得面上无光, 不由得开口说了一句最啰嗦, 也表达最清楚的话。 说话间, 他的灵魂力也喷不而出, 而且被出色的灵觉之眼, 只是瞬间就破了竖法。 在那边, 灵魂的无声震荡传来, 弄得祭台下方的一些法修, 脸色层白无比。 这种程度的攻击或许无天并不在意, 但是不代表他周围的修者就一定能够承受。 被波及之下, 纷纷都闷横出声, 有些是头晕目眩的样子。 毕竟是灵魂力碰撞产生的震荡, 有这些反应这是正常的。 无天在举手投足之间, 就破了珍妮大姐头的竖法。 但到底那一道具有着大威胁的统形术法被破了。 珍妮大姐头在被破树的瞬间发出了一声闷横的声音, 然后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她的脸色很难看, 显然是气血翻涌未平。 在那边, 伊兹麦又开始忙碌。 这一次是一个看起来年纪很老迈的伊兹麦的人, 郑重地掏出了两个骨头雕像。 其中一句像珍妮大姐头, 另外一个赫然就是老掌门。 沈妮, 你的飞行不过是特殊时间的取巧罢了。 难道你真以为你恢复了上古猎妖人的风采? 今时你竟然敢逼迫于我。 在这个时候, 吴天显然非常的愤怒。 在言语之间, 也不装高人那种云淡风轻了, 而是频频地挤兑珍妮大姐头。 猎妖人的传承, 这才是珍妮大姐头真正的传承了。 还有什么血脉? 这些才是他能跟随在师祖身边的, 资本吗? 而不是什么昆仑兽业? 珍妮大姐头的岁数成迷, 显然和师祖一样, 全身笼罩着满是神秘的色彩。 只不过现在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见如此隐忍的珍妮大姐头, 在落地以后, 尽管气血翻涌, 面对吴天的挤兑依旧一言不发, 只是掐动着手绝, 快速地准备着下一个竖法。 从波动来看, 依旧和灵魂力有关。 此时老掌门的声音传了过来, 同是昆仑兽业得道之人, 有两人传承最为了的, 已使那李异光二世无天。 可是李异光生性洒脱, 光明磊落, 心胸宽广, 真正当得起一具神仙众人。 反观那吴天, 心思颇重, 气量狭小, 偏偏自负有争强。 不要说, 当得起那神仙众人, 就是普通修者的心性, 也不如。 如何能称之为高人? 看来, 昆仑之子, 从始到终, 就只有那李异光一人。 名声其实手段用尽, 就能争来的。 是人是长眼睛的, 不过曲曲斗法, 被小背压了一头, 就各种解决。 吴天, 你有脸吗? 老掌门已经从盘坐的地上坐了下来, 在他身后, 阵法的四道金光不灭, 看来阵法已经是非常的稳定, 他从风雪之中走来, 一步一距, 神情平淡, 却言语如刀, 好像谈笑之间的话语, 就毫不犹豫点出了一段秘心, 区别了两个人。 你闭嘴! 吴天的神情忽然扭曲,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你闭嘴, 但是我从来就没见过如此激动的吴天。 显然老掌门的话, 激到了他的痛苦。 一时间他连续掐动树法也忘了, 只顾得上呵斥老掌门。 老掌门淡然一笑, 继续说道, 可是觉得你师兄老李强于你, 仅仅是因为灵觉? 可以, 在鬼打弯看中了和自己命格相似的萧丛前, 想要对他夺赦。 在夺赦之前, 还垂涎老李徒孙陈诚一的灵觉, 想一并给夺了过来。 什么? 我眉头一皱, 却看见萧大少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神清麻木的样子, 叼着他的雪茄, 烟雾持续地冒出。 显然这个老祖宗的座位已经伤不到他, 因为早就心死, 心冷了。 我想起了那个悬崖上, 平台边, 他扯开我身上的绳子一幕。 显然在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彻底地不认这个老祖宗了, 恐怕也多少知晓了一些事实, 一直不说, 恐怕是为他留下几分严密。 是又如何? 我吴天凭什么不如他理光? 牵涉到昆仑的事情, 和你这些凡夫俗子多说也无异。 不过, 今日你敢这番对我讲话, 所以你定然会死得不痛快。 那吴天的神情渐渐变得争吟, 显然他的性格就如老掌门所说, 自负又争强, 是容不得别人对他有半点不敬意。 好大的口气, 敢与我两人斗法吗? 既然到了这个层次, 凭术法的想斗, 也就太可笑了。 敢直接比拼灵活力吗? 老掌门忽然往前踏了, 用一种充满了信心和不懈的样子, 看着吴天, 那样子就好像真的很看不起吴天。 吴天的神色一下子变得阴沉, 而老掌门却是冷笑连连, 只是说了一句, 罢了, 你到底不如你师兄? 就这样吧, 你我斗法, 生死由命。 就你这样的吴天, 还真奈何不了我雪山一般。 哦, 仅仅是我和珍一两人。 老掌门这会儿异性阑珊的样子, 他接着就开始掐动手权。 那吴天一下子暴怒了, 大吼道, 那就如此相当, 到时候, 你会知道你有多么的可笑。 说话间, 吴天也开始掐动手权, 他要与老掌门和珍妮大姐头灵魂力相斗。 在这个时候, 我变得不感慨老掌门的智慧, 这根本就是阳谋在瞬解吴天, 但这个坑啊, 吴天不得不去跳, 因为搬出了我师祖的名头。 我看着远处的吴天, 即便在掐动手权, 脸上的不分之色, 依旧未消。 显然呢, 这都是凡人, 谁会没有弱点呢? 我只是没想到, 他的弱点竟然是我师祖。 在这个时候, 杨胜依旧还在不停地敲动着手边的鼓。 他身边的那些顶级力量, 好像已经开始慢慢恢复, 而我们身后的顶级大阵, 也渐渐地要成型。 最顶级的修者, 已经开始斗法。 体修的战场上已经不负刚才的热门, 却比刚才更加残烈, 因为已经接近打完所有的牌。 风吹过,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谁也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杨胜那边的饭场声音中, 开始夹杂着清晰的鼓声了。 灵魂力剧烈地碰撞, 无声, 却能引来大地的共振。 此时, 我已经找不出更多的词语, 来形容战场上的法修之间斗法发出的声音。 在无天的大树结束后, 法修的斗法再次开始了。 这是战场前方传来的呐喊声, 杨胜剩下的十个精英死士, 和我们这边剩下的勇士在进行着最后的交战。 我们这边的人, 伤亡变得很多, 死亡的速度也变快了很多, 几乎是用生命在拦截这些死士。 剩下没多少了, 区区四个而已, 但还必须用生命来继续阻挡。 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道血肉之强的, 那将是我一生最美的画面。 不知道什么, 血停了一阵, 到这个时候富有夏气。 我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和我们这边一样, 杨胜那边的修者参与斗法的也只是寥寥数十人。 在后面, 杨胜那边骑士到了一批又一批的人马, 站在了祭台的后面, 组成了好像一道人墙, 站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到了这种时候, 我其实也没有多担心了。 我们这边大部分的人马在布置大阵, 他们那边也一定有一定的动作。 如果让法修临心的斗法, 这场战斗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双方的要求。 这种战斗是不能持久地打下去的, 因为要考虑到世俗, 即便这里是无人区,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保险。 最快的方式自然是大规模的比拼。 大型的战争, 不管是古代的战争, 还是现在的战争, 都不会各自为战。 在这个时候, 讲究的是集体的力量。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杨胜那边砰砰的鼓声, 渐渐地急促了起来。 在灰暗低沉飘雪的天空之中, 一个女子的形象渐渐地清晰了起来。 她穿着宗教的盛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